好 这个花莲在地慈善团体小小爱心会 往年暑假会透过花莲县教育处 将爱心米分发给比较需要的家庭 那么这次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改与陷阱局来联系 也同意有五个警分局各辖区派出所的家户管区远景 协助将爱心百米四百包来发送到辖区需要的家中 期盼暑假能吃得饱也吃得好 桌上一包包爱心百米 这些全都是小小爱心会的会员集资的爱心 四百包三公斤百米将由花莲县警局统筹各80包 由五个警分局辖区派出所的家户管区远景 发送至辖区评络是孩童家中 治安交通跟未明服务一项是我们警察的三大任务之一 这次也非常高兴花莲记者小小爱心会的爱心的举动 那我们平常对这个弱势的家庭还有一些比较可能经济上不是那么富裕的一些家庭和个人的部分 我们也会去发掘然后主动报给卫生局能不能给予相关的这个协助 那所以今天非常地感谢小小爱心记者会能够发动有这种意据 那我们警察平常都有对有掌握大概有哪些人 比较经济上比较弱势的 那刚好趁此机会 然后刚好公司部门一起合作将这个爱心散布到我们花莲的每一个角落 每年的六月在暑假期间都会委托教育处帮我们这些爱心敏交到我们的孩子手中 就偏向的孩子手中 因为他暑假期间没有营养午餐 那因为去年跟今年刚好遇上了疫情 小朋友都在家里 所以呢没办法送到孩子手中 然后我们就有对会员就想到说 那人民保姆最接近民众 所以呢有官窟 他们会加户巡查会知道哪些需要 那我们这次的米呢捐赠给五个分局 五个分局每个分局是80包 那希望在这个暑假过一半之后 这一个月当中能够让小小爱心会的这个爱心米 能够给小朋友还有家长可以吃得好吃的饱 往年经由花莲教育处协助将爱心米发送给学童 因疫情影响 现警局同意在暑假期间 交由花莲新城吉安凤林玉里分局 协助转送爱心 此次米费其中两万元由幼儿园园长刘助冠捐赠 另一万元由东西米航捐赠 期盼让孩子及家长在暑假期间也能吃得饱 吃得好 记者长方也好 您是报导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是后来用喜怦的 不容易